第一次來立法院感覺有點酷 但是還是說一件很不酷的事情 其實我在網路上面寫小說已經有11年這麼久了 那一個網路小說家出身 我非常非常喜歡網路的一些特性 所以我的小說後來暢銷之後 還保留一些以前的一些好習慣 就是我大部分我的小說在網路上面 都是可以免費閱讀到的 那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把它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免費的去看它 然後閱讀它我就會很高興 而且我的小說不僅讓大家看 而且我還遵守就是去followCCCC的授權法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用我的小說裡面的劇情跟角色 再去寫一個你自己的小說可不可以 只要你劇名你的出處是九把刀的小說 然後你只要也開放你的小說 你改做衍生自我的小說 將來別人也可以利用你的小說 如果再去創造一個新的故事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我的小說 第三點就是你必須是非商業使用 也就是說其實我非常喜歡網路的一個自由自在的一個特性 我也喜歡網路共享的概念 我也很大方的讓我的小說具有以上所有的特質 然後我的小說網站上面沒有廣告 我每年花了好幾千塊錢去維持它的一個營運 這是我喜歡那個做 但是也因為我喜歡這個大方分享我的小說 所以我在iPhone上面在iPad上面 這些我自己都非常喜歡用的東西上面 看到我的小說在上面以盜版的形式流傳的時候 我感覺非常的不爽 非常的不爽 就是而且時間沒有記錯的話 他從12月13號他就開始以盜版的形式 存在一個900到56本書的大全集 那我從第二天開始 第二天開始他很細心的幫我整理嘛 那我的讀者呢他們就覺得很幹 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信去跟Apple講說 就是請你下架 我們要捍衛我們喜歡的作者 那可是Apple他們都不鳥我的讀者 然後也不鳥我們 我就請 我就想說那網友跟他們講 大概沒什麼鳥用 於是我就請出版社跟我基因公司 然後出喊去抗議他們 12月13號到現在都沒什麼用 然後我們還一直很有耐心的去等他們 等他們想說 因為之前有一些案例啊告訴我說 如果你大聲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你就會被人家說你小氣 被人家想說你已經暢銷了 你還跟這些人計較什麼 就是因為不計較 所以我才把我的小說放在網路上面 讓大家免費的看 但是也有一些國內一些電子書的出版社 他們非常的就是 喜歡我的小說 於是他們把它製作成電子書販賣 他們那56本就把小說搭全集 在上面上架販售 不管是免費還是銷售的那一天 每一天都是在嘲笑跟侮辱 付錢給我的電子書的出版社 那我的一個同學一個好朋友 他也是給我買我的電子書版權 那也是那個月老紅線 他第一天上架的時候是第三名 他還非常開心 告訴我說我們第三名了 我就很開心去看了一下 發現九法道56本大全集是第一名 那那個我就很奇怪 為什麼要有人花錢買我同學的 那區區兩本書的電子書的版權 那後來呢果不其然就是我同學 他的正版的電子書 漸漸的就是消失在排行榜裡面 但是我的56本大全集呢 依然屹立不搖 就是韓劇龍頭 直到前幾天才被唐詩三百首幹掉 對那後來因為我同學那個地子書 是正版的他有付費 於是我很多盜版上我猜想他們看到一個 疑似盜版的東西在上面居然可以收費 於是他們就大起膽子也開始收費 所以後來所有的盜版在APP上面的 就開始漁目穩住 讓已經有付我錢 付我政權授權費用的出版社 遭到第二次的嘲笑 就是他們被漁目穩住了 就是我們在製作投影片的時候 甚至還分不清楚哪些是正版哪些是盜版 我們去韓去跟蘋果公司講 都沒有一個正常回應的時候讓我非常傷心 因為我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是蘋果電腦做的 那我一直覺得說蘋果電腦 是一間非常正派 而且就是正職 然後很棒的一間公司 所以被這樣子的公司那個 沖掉的時候我真的是很不開心 那我覺得說電子書今天面臨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們的困境就是我們面對的是 全世界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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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智慧財產權概念的人民 那我們與其慢慢的教育他們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的方式 跟管道跟機會教育他們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試圖去跟正派經營 政治經營的平台公司取得溝通 然後保護智慧財產權 然後保護我們作者的權利 那就是我今天來的目的 那網路自由的概念 我希望他是讓好的作品 以正常的方式在網路上面 自由自在的去讓被所有人看到 但是如果你用盜版的形式方式存在的時候 我不希望再聽到說文化會以它 適合它的方式去流傳 我的小說在網路上面就是可以免費被看到 它就是以這個方式被流傳 我喜歡 所以不要告訴我說 就是要人家負淺是一個邪惡的概念 或者是就是 就是要盈利的概念就很不好等等 我小說可以被妹妹看到 但是只要以我喜歡的方式才可以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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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